大家好,我是小尹,欢迎你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近年来养生的热潮逐渐兴起 很多人追求强身健体,延缓衰老 为了养生,相信不少人都做过不少事情 比如饮食养生,枸杞,红枣,茶叶,豆类等等 都很受大家的青睐 57岁的张姐,自从上了年纪后,一直患有高血压 每天坚持吃降压药,可是有时候也会忘记吃 这一忘就会导致张姐一整天头晕眼花,浑身提不起力气 这天张姐听朋友说,多吃绿叶菜可以有效降血糖 于是,张姐开始坚持每餐换着吃绿叶菜 米饭有糖分也不吃了,换成粗粮吃 但坚持了半个月,血压还没降下来,便秘却意外来了 见此情形,张姐又想起了吃蔬菜 三四天都没有变异,于是想用多吃青菜,忍肠通变的方式缓解便秘 一口气吃完一大盆菜 可饭后不久感到腹胀,胸闷,乏力,还不停呕吐 去医院检查,专家一看报告,发现血压非但升高了,肠胃也躲得死死的 还在向肠道癌方向发展 本来蔬菜富含膳食纤维原本是有利于肠道蠕动的,怎么会堵塞肠胃呢? 原来,绿叶菜虽好,但是草酸含量也很高 经常吃纤维难以消化,就形成了肠道癌 专家还说,生活中人们比较常吃的三种食物 有时候并不能帮助养生,还会在无形中偷走你的寿命 一,偷走你寿命的四种食物 一,绿叶菜偷铁偷钙 绿叶菜不但味道鲜美,其养生作用也无庸置疑 就拿钙离子来说 很多绿叶菜都富含钙 有些绿叶菜的钙含量与牛奶相当 如小油菜、小白菜等 然而,不少绿叶菜中草酸含量较高 如菠菜、线菜、空心菜及各种野菜等 草酸可和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结石 不利于人体对钙的吸收 此外,草酸还是铁吸收的干扰因子 很容易与铁结合成沉淀 使铁不能在肠道中溶解被人体吸收 二,豆类偷睡眠、偷营养物质 俗话说,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 简单一句话道出豆对百姓生活举足轻重 而在所有的豆类中,大豆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品种 男女老少皆宜 大豆中的碳水化合物种类复杂 有些是人体不能消化的胀气因子 容易在肠道中发酵,引起肠道胀气 肠道胀气不但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睡眠 同时还会影响对铁、碘、铅等矿物质的吸收 不过只要将大豆加工制成豆腐 豆浆等豆制品加热煮熟 那些胀气因子就没有了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三、红枣偷健康、偷睡眠 无论是在中药方子里还是日常膳食中 我们常常能看到红枣的踪影 中医认为红枣有健脾异味 补气氧穴、宁心安神等功效 尤其是适合脾胃虚弱、腹泻、气虚、倦怠无力 心神不宁之人使用 不过大家平日里时早养生必须注意以下三点 红枣善食纤维含冷膏 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出现肠胃脏气、消化不良等不适 红枣含糖量高 减肥者糖尿病病人最好少吃 正常人吃多了也可能导致胃酸过多、脏气等问题影响睡眠 过时红枣太容易助长体内湿气 如果本身就是痰尸体质 比如咳嗽痰多、舌苔较黄较厚、失重腹胀等情况 更与少吃为妙 四、一米伤脾胃损损阳气 红豆一米基本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去世秘诀了 但红豆一米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来去世 中医讲究辩证失质 无论是健脾力失还是轻热去失 都要看每个人的体质症状 针对病因及类型进行治疗或调理 使用注意事项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容易出汗 反热、口渴、爱喝凉水 手心脚心、常常热烘烘的 并且舌头偏红 这类人是偏热性体质的人 有的人容易胃寒、怕冷 经常手脚冰凉 爱喝温热的水 容易腰吸酸软 并且舌苔白米 这类人是偏寒性体质的人 一米虽然有良好的利尿去湿的功效 但是一米要性偏寒凉 对于偏热性体质的人吃了无碍 但是对于偏寒性体质的人来说 经常吃一米无异于雪上加霜 所以要想发挥好一米的功效 还得好好分体质按方法使用 除了要注意前面这四种 会偷走寿命的食物外 还要注意正确的认识 怎么样健康吃蔬菜 以下几种蔬菜自带毒素 在食用前一定要去焯水 为了身体健康千万不要忽视 一、豆类食物一定要注意 在吃豆类食物之前一定要焯水 否则生吃会使我们出现食物中毒的情况 会影响到身体健康 在使用豆类食物时用开水焯一遍 不仅能够减少烹饪时间 同时受入人体后也能够更健康 二、春笋 春笋中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铁元素 是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 春笋若是处理不到胃 就会出现一股色胃 之所以会出现色胃 是因为春笋中有着众多的草酸和氢化物 虽说氢化物本身没有毒性 但是进入人体后 会与胃酸发生化学反应 总而形成氢化氢 这是一种有毒物质 若受入人体后 会使人体出现恶心 呕吐的情况 若想减轻这一有毒物质 在吃之前可以进行焯水 三、西兰花花菜 西兰花和花菜若是在食用时 只简单的清洗 无法将其清洗干净 会留下众多的农药残留 摄入人体后会对人体健康不利 因此在吃西兰花和花菜时 一定要进行焯水 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去除农药残留 同时也能够将一些虫卵给杀死 也能够提高花菜和西兰花的口感 四、黄花菜 黄花菜中有着众多的秋水仙件 秋水仙件进入人体后 会产生一种有毒物质 从而影响到肠胃和呼吸系统 因此 若想吃黄花菜 一定要用热水进行焯一遍 然后再用凉水浸泡凉效时 这样能够很好地去除秋水仙件 五、芹菜 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 常常会吃一些芹菜来缓解血压水平 但是在芹菜中有着留大葡萄糖干物质 在使用芹菜前 不妨进行超一下 能够减少有害物质的存在 也能够帮助人体减少伤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